刚从中南美洲与欧洲风尘仆仆回国 立法员蔡思逸表示 这次组团代表立法院访问厄瓜多 哥伦比亚及荷兰三国国会 获得高规格对待 显示疫情期间 台湾的防疫表现及对国际防疫的协助 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我们在哥伦比亚的外交委员会 举办正式的欢迎师跟座谈会 我们在厄瓜多 由厄瓜多的副议长来接待 以及在外交委员会 还有卫环委员会 办理正式的座谈会 另外在荷兰的外委会 在荷兰的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也全程直播荷兰当地的媒体 也报导适应这一次代表立法院 到这三个国家访问的情形 那我最主要原因是在疫情之后 台湾的国际人见度的上升 那适应在这三个国家的国会 也先表达台湾Can Help 以及台湾可以做好世界的公民 也期待这三个国家的国会的有我议员 继续来支持台湾 对于在竞选 金融市长期间提出的1200元 首都圈交通月票政策 已经获得交通部正面回应 蔡世英强调会继续在国会上 争取早日实现 1200首都通月票 是世英过去在参选市长的时候 所提的重要的政策 那虽然世英没有机会 能够单选市长为金融市民服务 但是世英仍然在国会 继续来推动这个案子 那也很高兴交通部 有听到金融市民的 这样的一个期待 所以未来交通部已经有表达要把1200首都通月票方案 纳入这一次的整体法案里面 那这个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呢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北的捷运之外 还有双北的U-bike 以及扩大到台铁 国道客运 金融市公车 那这些未来鸡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 只要一个月1200块的月票 就能够让你搭乘公共运输的方便 那我相信对于金融市民 跟双北的交通平权 我们就可以达到 那世英会继续来推动这个案子 希望让金融市民尽早享受到 跟双北一样的交通平权的福利 至于大家关切了全民普发6000元 何时实施 蔡西表示这将是这一次立法院开议的重点 希望朝野能尽快获得共识 督促行政院紧速执行 预计最快三月定案进行发放 那世英会在各国会当中 会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一案 就是关于上市超征税收的税金 如何能够来协助 疫后新生活的部分 那因为在一月下旬的时候 朝野协商破裂 没有办法就这个事情完成三读 那但是大家有共识 希望在二月这个礼拜开议之后 能够尽速的完成三读 那之后 行政院会把相关的预算执行方案 送到立法院来审查 我们期待在三月左右 能够正式的定案 那到时候 包括是发给全民的6000元 以及相关弱势团体的补贴 我希望能够尽速的完成 记者张旗藤 金融报道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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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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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